大家視像一下,在十秒之內 你前方正面對的是即將發生的大災難 看著自己的飛機已經四十度角傾斜向下 後方你知有百多條人命 你現在看的是一個飛機模擬飛行器中 模擬當日,2018年印尼的C航最尾前的幾分鐘 航班起飛了沒多久,在兩位機師都不知情的情況下 在這架全新的波音 737 MAX 的飛機上 一個藏在機內的電腦飛行系統,AMCAS 的突然啟動 看到這種情況,第一個反應當然是嘗試將飛機拉上去 但正當機師以為他們脫離險境時 他們不知的是這個AMCAS 的系統 能夠自動重複重新啟動,將飛機繼續按下 而他們亦不知這個系統的邏輯性 每隔五秒就會自動施肩,每次施肩會維持十秒,重複再重複 在這節的波音系列中,想和大家探討一下 究竟AMCAS是甚麼,令它成為兩大空難主角系統的幾大原因又是甚麼呢? 以及最重要的是,現在的AMCAS又是否安全呢? 而這集最特別的是,我們首次包括一位來自香港 現在在波音做質量工程師他對這件事的看法 而之前他就在737 MAX 的最終裝配線工作過 盡量和大家分享不同的觀點的原因就是我們也知道 即使是大型媒體有時也會有偏見或將問題過度宣驗 希望這些不同的觀點可以令大家有足夠的資訊去作出自己的判斷 在節目開始前,我也想要提到,上一集推出後 看到很多留言,不同的 opinion都有 Yolo街一直以來的宗旨,我們都希望容納不同的意見 當然做資料搜集時,我會盡量在網上看到的資料 將它們 fact check 通常我都會從兩三個不同的 source 去確認一些如果我不太肯定的資訊 但當然,一個人工作時也有可能出錯 有甩漏或有事實的不正學,我很歡迎大家從這個留言中告訴我 我亦會在留言中拼回如果需要更正的話 另外,今次非常特別的,令我做節目更有動力的 就是收到其中一位觀眾Jane 的留言 發現原來她是一位香港人之外,還在波音任職 她給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和資訊 另外,我們亦有觀眾在她任職飛機租領時 有個接收波音飛機的經歷 所以說Yolo街街坊門,你們真可謂俄虎藏龍 有你們的原因,令我們今集的資訊更全面化 不僅有西方媒體的資訊,亦有我們自己人第一手的資料 或者大家還有印象,2018和2019年 波音在6個月內接連傳發生了兩宗大的空難 一宗是印尼Line Air,另一宗是艾長俄比亞オピア 兩宗空難出事的飛機同樣都是737 MAX 究竟這部737 MAX當中出了什麼問題呢? 事情就要由2000年初開始 在2023年的時候,波音的全球統治地位 受到歐洲飛機製作商空中巴士的威脅 空中巴士首次在噴氣式的飛機加富量方面超過了波音 Fast forward 到2011年,在波音推出Dreamliner的同時 空中巴士推出他省有引擎的A320 NEO 而且在不足一星期內買出破紀錄的677架飛機 殺了波音操守不及 是什麼令這架A320這麼賣的呢? 最主要的就是它加入了一個新的引擎 它比之前的引擎大很多,但可以給這架飛機的燃油效率提高15% 同樣重要的是,這次的升級不會對飛機造成太大的改變 所有的飛行員只需接受少量額外培訓 就可以駕駛這架新型號了 直接來說,這架新型號能夠為各大航空公司省大量燃油成本 就是因為這架A320 NEO的大受歡迎 波音就趕快宣佈一款它說它都有的省有飛機 就叫做這個737 MAX 但其實它宣佈當時,這架飛機連設計也沒有 不過它的目標就是趕快便宜地把這架新有的 新的省有飛機推出這個市場 而在那一段時期,不理是Jim McNerney 或他後來的CEO接班人Dennis Muhlenberg也好 比外界的感官,都是他們兩位注重拿著一盤數 比產品多 從2014年到2018年,波音是將 我想你聽到都下一條 是將它92%的營利營運現金流 用來做什麼? 就是用來派發股息和回購股票 鞏固它的股價 遠遠超過它在製造和設計737 MAX 上的支出 一方面,還要快推出 波音當然不能重新設計新的飛機 波音當時覺得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將現有最賣得的737 改良一下 但有一個問題,你看這幅圖的比較 你就會看到,737 和空中巴士 A320 的分別 就是737 離地面的距離比 320 低些 這亦意味著,人D 320 可將新大的引擎 裝在現有的機翼的位置下 但波音的737 機翼下沒有足夠的空間 不過不要緊,他們的解決方案 就是將引擎的位置向上移 這樣就可以將大些省有的引擎 裝在它那部737 上 這幅圖是一幅升級的 737 在空中飛行的視頻 你可以看到,引擎頂部實際上超過了機翼少許 整個東西就變相改變了飛機的空氣動力學設計 接下來的一年,737 成為了史上最賣得的飛機 然而因為波音將737 的引擎向上移 很快便發覺帶來了一個副作用 當737 MAX 以全推力飛行時 譬如在起飛時,機頭很容易過度向上抬升 這可能導致失速 但因為當時波音為了與空巴比 他亦說他的飛機應該與舊款機型 飛行時的特性要一模一樣才不用訓練 所以他不能重新設計那架飛機 波音想出了解決方法 他在飛機上安裝了一套額外軟件 當飛行員將飛機飛得角度過高時 他便會自動將機頭向下押 他們稱之為機動特性增強系統 簡稱MCAS 這四個字記得要記得很重要 它本來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飛行穩定軟件 只能做到三Sigma 但事端的開始是因為 為了不要令監管機構覺得這是新系統 波音便凌機一觸決定 我們用之前設計過 放在767加油機Tanker上的MCAS 先拿來用吧 其實波音的767加油機 是一款由波音改裝而成的軍用空中加油機 加油機方面 為何用這個MCAS 為了空中加油操作期間 飛機的重量和重心會轉移 所以需要有一個類似系統 幫助保持飛機的平衡 特別想提一下767 即使我們如何批評波音也好 始終我覺得它在航空市場 都作出了很多貢獻 就像神父奇妓的空中加油一樣 而這個早期的MCAS 程號 就是之後被不當地改進成 737 MAX 使用的MCAS 原始版 MCAS 最初的設計功能 其實非常簡單 但往往越簡單 就越有意想不到的後果 MCAS 亦是一樣 當它應用在737 時 MCAS 令到機後 Stabilizer 安定面 移動幅度大了4倍 本身你以為為微調的工具 現在突然可以自動大幅度調整一架飛機的平衡 即是737 上加裝的MCAS 到最後它的特性與之前767 的 是有非常大的改變 不單止這個MCAS 撞到737 已經走光了 另外還有一個設計的缺陷 就是整個MCAS 系統 是靠單一個感應器去啟動 就是這個寧角傳感器 Angle of Attack 如果這個傳感器萬一出現故障 或提供錯誤的訊息 變相 MCAS 會把飛機 信入非常危險和無法恢復 機頭一直向下的狀態 而無論是機師的口中 又或是行內人士的口中 同意的是 大部分飛機安全系統 都一般會依賴兩個或以上的感應器來啟動 所以MCAS 系統 竟然能由一個單一個感應器觸發 是非常罕見 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而以波音這麼有經驗的飛機製造商 這絕對不是一時的不小心 故中的原因 由一個與FBI 合作的波音吹哨者確認 將MCAS 飛行系統 只依賴單一個感應器 是一個故意的決定 目的要避免很貴的D級 或者飛行模擬器的培訓需求 MCAS 系統基於一個單一個感應器的數據來設計 是因為波音知道 FAA 不會在沒有D級培訓 模擬飛行器培訓的情況下 認可一個雙感應器系統 而我們也可以由他總技術飛行員 Mark 這封寫給FAA 的 email 中看到 他直接告訴FAA 我們剛才說的這一點 就是因為MCAS 只有一個感應器來啟動 所以他們會正式將MCAS 在所有搜索內刪除 不過也有人會問 當時連這個總技術飛行師都不知道 MCAS 的功能與他在767 時不同了 因為接下來 大家可能會拿回這封他8個月後寫給同事的 note 寫著他自己也剛才發現MCAS 的功能擴大了 但是你又可以說 那你知道是否應該告訴FAA 當然他是沒有的 而對我這些行外人來說 我也是這次做資料搜集 才知道 原來模擬器培訓 對航空公司來說 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支出 因為往往都需要 將機師調離他的崗位幾天 所以他最後都決定膽操操 然後決定騙所有的航空公司 令到他們相信737 MAX和舊款NG的操作模式非常相似 是絕對不需要額外的模擬器培訓的 也是這樣 所以他們要把這個MCAS收起來 連這個很慘地死了的兒子 兒子是私航的飛行員 他媽媽接受訪問時都說 她說我也有問過兒子 為何這架新的飛機 你講到好像改了很多東西 但為何你好像不用再培訓 兒子 你沒有進行過新的模擬器訓練 你怎會開這架新的737 MAX 兒子當時就這樣跟他說 媽媽我們其實 只是接受了地面的兩小時訓練 是公司用這個iPad 去教我們如何操縱這架新機 媽媽說 蛤? iPad? 你別開玩笑 iPad? 我就用iPad 你開飛機也是靠iPad來教你? 不是那麼荒謬嗎? 最棒的 就是這兩小時的iPad課程中 從來都沒有提過這四個字 MCAS 是一次都沒有 紫外 就算你是一個輸從司機 一個最勤力的飛機師 你受訓員會把新的飛行操作手冊 你也會出事 為甚麼? 因為他也很聰明 他不僅在訓練當中 刪除了MCAS 還要在你的操作手冊 都是完全沒有提過MCAS功能的東西 在操作手冊中 你前後後都不會知道有MCAS 他縮不到 在最後的Glossary 詞彙表 簡單地有MCAS這四個字 正是說了MCAS代表甚麼英文字 但與功能來說是一字不提 結果 你也知道 導致了 印尼的Lion Air 和Ethiopian Air的空難 由這個C航事件 已經查明了 知道是由MCAS錯誤啟動而引起之後 當美國航空飛距離 跟波音高層回名的時候 他當然 整班機師就很生氣 大哥我那條人命 你拿來教飛 我們就側問 為甚麼你沒有告訴我們 MCAS的存在 你猜一下波音是怎樣回答他們 他說當時的高層是這樣說的 他們沒有想要引起飛機 跟他們沒有想要飛機 對 一個可能導致飛機聚毀的系統 在波音後中來說 是一個無謂 無必要 麻煩機師的系統 我們的In-House波音街坊也提醒我們 其實不是所有背景操作系統 機師都知道 這一點我也相信 也就是說 問題的所在 就是究竟 波音是否在知情的情況下 故意將這個系統 變成一個單 sensor 操作的系統 而避開FAA 強迫他們將這個東西 放入機師的搜查 以及培訓機師 在印尼的C航最機事件後 波音就向美國航空公司 飛行人員保證 他的保證就說 在六個星期之內 就會完成這個MCAS 軟件系統的收復 但是波音並沒有履行他的承諾 相反 你猜他那六個星期做了些什麼? 他在六個星期內 就趕快批准了這個 破紀錄的200億美金的股票回購 而在私行的空難之後 波音向飛行員提供的示意 就說 在我們還在收復這個軟件的時候 其實你們是有能力 遇到這些MCAS的故障的時候 是可以把它當作成為 處理這個 Runaway Stabilizer 的問題一樣的 這個失控安定面的情況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教過你們 如何控制的 這是一個已知的問題 你可以按照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去解決這個MCAS的問題 意思就是當飛機的Horizontal Stabilizer 這個水平安定面 意外地移動的時候 機師其實是有指引如何去遇到這個問題 處理的成績就是 兩個機師坐的中間有一個操控台 上面有兩個斷電的開關 你就可以通過關掉這個香港話 就可以斷了這個系統 就可以停止MCAS系統的 kick-in 因為一次斷了電之後 機師就可以通過駕駛艙內的 menu的輪盤 就可以去調整這個Stabilizer 繼而就可以把飛機的機頭 平穩向上 在私航聚機的四個多月之後 波音還未完成六個星期的軟件修復的時候 另一宗空難又發生了 以今日所知的資料 當日亦與Line Air 一樣 是這個AOA感應器出了事故 謀功能 所以傳錯了信號 令到飛機內的自動系統MCAS 又開始自動啟航了 將飛機頭按下去 當飛機向下衝動時 問題因為是第二次 究竟是機師沒有跟足波音所出的指示 去做所有要做的步驟 還是當時這個情形下 這些步驟根本不可能實行呢? 在艾塞俄比亞的這次空難上 聚灰禍首是誰,看法有不同 我們先由各方同意的出發點開始 就是艾塞俄比亞這機器 起飛不久 機艙內不同的警部就開始彈出來了 而兩位機師 確實是沒有理會到繼續省升 一方面是機師的眼中 他們就是這樣看的 很明顯 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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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那一半的機器 還在做什麼他們應該做到 他們已經把營灰營 開了 他們把營灰營 他們打開這些架子 然後他們想做到 操控的 第一位公司在左方向前往 就是手機的手機 在打擾它 就像放棄出一瓶成十吋的石油 問題是 當時飛行的速度 即使使用手機的控制 他們不能具體能夠 令飛行的速度 他們應不夠速度 另一方面 在內部工程師的眼中 亦可以从这角度看,就是埃塞俄比亚这机器起飞时,一起飞,已经有很多警告出了 但那两位机师没有来到,尤其最重要的是超速提示,航内人说叫 CLARKUS 我想你听名字可能都猜到了, CLARKUS CLARKUS CLARK CLARK声 即是说,应该的讯号在机内非常大声,不可能没有留意到 他说这个 CLARKUS 响了两分钟,两位机师都没有来到,是其中一个致命的原因 他们应该需要在这个时间内,最重要的是将飞机减速 这亦令到他们之后就算跟了指示,关键电源 也无法将飞机用人手拉上去,就是因为当时的速度太快 而我们的街坊也提到,有些报道都会过分先程 就说这个机师如果在10秒钟内反应不了,做不完这些东西 简直就是灾难性 是不可能在10秒内做完 但他指出的一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就是连这些媒体有时的报道,我都的确看到 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上 虽然他写说10秒钟反应不过来,就会灾难性 但上面那句就说,其实这个测试 正常的反应是4秒多钟,可以说对我们平常人来说 或者10秒的反应,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 或者对这些受过高度训练的机师来说 他们应该在10秒钟内有能力做到很多东西 另一边上,当然我想我们不会否认的 的确,埃塞俄比亚和私航在大家的心目中 都不会觉得他们是一个一级的航空公司 所以如果你说他们在做preflight maintenance check 时 脱漏的东西比较多 包括其中私航可能preflight check 时 基本上它的 maintenance 就没有调校好AOA这个 sensor 这个最主要的 sensor 会去启动AMCAS 是有这样的可能,也可能是一个事实 但我觉得另一边商,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平常人 有时就会觉得航空公司、铁路公司 我们都会对他们的要求比较高 所谓的hold them to a higher standard 原因是觉得每一架航班、每一架列车 里面载住的人命,数量都比较多 而且不像自己驾私家车那样 你可以说我自己顾及到我的安全 我自己的安全駕駛就可以 但在这些大型交通工具里面 我们就会依赖铁交通工具和设计交通工具的公司 去保护我们的安全 最后我觉得最能够说出我心里的那句 就是这个 因为对我来说西雅图是我的家 或者你可以说这些是否叫打遮爱也 我想将波音的事情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原因 我也是觉得因为是这个自由社会 有错的希望要改 还有我也希望未来十年 波音可以再成为我们西雅图居民 心目中的西雅图之光 差点忘记了也要顺带一提的就是 你们可能会问现在 究竟能否坐得737呢? 虽然MCAS这个系统 仍然在737 MAX上 但它的启动已经由1个感觉 改变2个感觉 波音的故事 第二节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们真的对波音还有兴趣的话 我也不介意 讲多一节关于这个监管机构 究竟为什么在波音这件事上 会好像失了钟呢? 但我也知道 可能有很多你们都希望听其他题目 不如留言告诉我 下一集应该是继续讲波音 还是应该转做其他题目呢? 另外就是我看到之前的留言 我一定会承诺的就是 我会做一集比较短一点的 就是讲波音的第一个工程师 王座他的故事 完之前 如果你们是新的街坊 希望你们听完YOLO街的节目之后 如果觉得内容有趣味性 或者有资讯性的话 我们的终止就是 希望大家能以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方式 去支持YOLO街 有能力的 当然最希望你们能加入我们 Youtube的Membership 但其他也有很多方式 例如简单到在留言里 留一句说话 都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种鼓励 希望你们都愿意做 下一集 再在这里和大家聊聊 不同科技领域的资讯 拜拜 拜拜